欢迎回来 那你现在看的是NSO战队联赛 今天的第二场S级的一个比赛呢 将会由R1迈田电竞对着雷锋战队 对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强强对抗了 上一场比赛可能打的大家觉得 实力差距有点大 对就意犹未尽的感觉 怎么就四场大招就结束了半小时 好像就打完了一个波5的比赛 太快了 但今天下一场 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要打的这场比赛的话 就肯定不会像上一场那样 就是两下就打完了 因为这两支战队的实力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而且都是要争夺这个前面这个名次的一个战队了 雷锋现在是在S级是排名第一 而RYE是四分 所以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 就还是升级上来两支业余战队 包括发发战队没有体现出 自己现在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 发发战队他们的演员 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不稳定嘛 他们每次参赛的选手 这个是他们一个 现在要去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前面的六支战队 你说打起来好像 打起来好像都差不多 我们这边看一下他们今天一个对阵 这边解释 就直接上来就要打一个PVP 对 茶山打PVP 然后喵帕斯和克里斯蒂娜 我每次都读到帕斯喵 不是喵帕斯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都读到帕斯 团子嘛 团子 团子 他们要ZVZ要打一场这个 甘马甲和Sleep 在风神之地上面 然后是 叹七要打亚瑟 阿瑟 然后最后一场是 科菲要对阵的是 Brington 姬姬 前面三场都是同组对抗 这个看得出来 他们对这个地图的一个考量 还是觉得 比较相近 对 都比较相近的 而且战术 战队的整个组成 其实也是比较相近的 对 比如说他们现在 他们两支战队 好像人组选手都不多 雷锋战队本来有一个MISO 但是据说MISO 现在实力不咋低 他说 被努总打了以后 然后回去 然后就自暴自弃了 本来还有一个堂堂 堂堂不是 也是他们对的吗 也是个忍住选手 然后那个堂堂 自从上次跟我们打练习赛 被印和Time虐了之后 然后就不打了 退役了 真是可怜 丧失信心的 上次被印打了个3比0 然后觉得这个游戏 已经不适合我了 然后直接退役了 好吧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选手的资料 现在看到解释胡家俊 对 他怎么20岁 他是20岁 这张脸虽然看着 21 他21吗 你都24好不好 说的也是算放过他 24吧 对 他对手Tails 又有这个PS的 他们P的都有一点好 明显是化了妆PS 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 中国的镇件照 就应该这样照 这明显是镇件照 他是打了这种 专门做的打光啊 什么什么的 就化完妆 打完光 然后好好的P过的 这样的镇件照 是好的镇件照 真的不得不吐槽 现在也可以 现在的 你看到的 现在的小孩子的身份证啊 就好多了 好很多 因为上海有 专门拍镇件照的地方 这种事 我就很想 拿掏出我的身份证 给大家看一下 干嘛 你的很好吗 拍的很好 你是不是也是打了光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时候 这叫年轻的时候 突然瞬间 就好像翻给你看 哈哈哈哈 不是大家看得清楚 不是不是把我的 那个信息放出去了 看不清楚 我已经发了很多次图了 哦 拍的好 肯定要发出去的 下一次我们把那个 拉大一点 给大家看啊 哈哈哈哈 就看到了他青色的一面 哎 比较像男生 那哪里了 哈哈 好 那这样的双球对上比赛 准备完毕了 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 那看一下春点 哇春赛地图 右下方这边红色的神族选手呢 就是 来自雷锋战队的TELS 而春赛地图左上方 这边蓝色的神族选手呢 就解释来自RYE 对 解释和这个TELS的实力呢 我觉得解释应该是 稍微占优的 TELS现在练习量 也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大 对 好像这几个韩国人 自从那一次 打了NSO的战队联赛 到中国来打的线下 然后 花天酒地的一番回去以后 似乎对练习都有点 放松了 Gammajia练得很凶啊 没有啊 之前练得很凶 现在不知道也变什么样子 变激了呀 所以时候才会去打执政官 他上一次的对阵也是执政官 现在这就是一个 打执政官的位置 今天的这个比赛 我觉得麦田电竞啊 如果发挥好一点 是有机会把雷锋拿下的 如果拿下的话 那这个榜首的位置 可能在这个赛季 在这一轮可能就会有发生变化了 他们分叉的不是其实挺多的吗 不是啊 但后面IG要这些回去上来啊 说的也是啊 然后我们战队呢 X-Team呢到现在为止啊没赢过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三连评 但是保评就很好了 保持不降级 不是我们三连评 我们评的是雷锋 IG和那个RYE 有点强 我们现在就跟葡萄牙一样 准备一直平到最后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一轮是打了一个ZOO 你知道吗 打ZOO 我们准备一直平到最后 其实我们每一场都有机会拿下的 总是出现像 IN和那个Siyuki这样的毒瘤 毒瘤 他们但凡赢一场 我们都现在已经在榜首坐着了 这没办法的 你看一个现在打手望去了 没有 IN现在又不打手 那又不打了吗 被我们好好批评了一下 他前两天在找我看了一次黑 他说要带我 你不要信他的 我真的不信 然后带完一次 我就不想跟他再继续的走队玩下去了 他现在最近这两天好像已经那个 好好练习 好好练习了 因为上次太丢人了 上次他不输了之后 被我们全部嘲笑的 他实在受不了了 他说我要回去苦练了 然后Siyuki呢 主要是 他的比赛发挥 总是显得比较急躁 这个可能是他的问题 连接小 他其实以前不是这样打 他以前打的时候 他很长一段时间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步 一直就是一个 就是国服宗师 韩服大时代 现在这样一个水平 就一直保持 然后就是打得 因为太过于稳妥了 这边飞走了 两个人就 直接进去了 解释觉得自己防得住 他觉得防得住 开一把炮台 但只有一把炮台 这双线 哎哟 这双线 这亏大了 这个双线这样 不过好在解释 农民没死几个 家里面已经在操作了 杀农民 这个时候对杀两个 三个 四个 能不能再杀一个 哎 就杀四个 四个对三个 还好 这样还好 回程度 回程度 还好 就一个农民的 一个农民的差距啊 差距不是很大 双方选择 解释这边是 也是出了两个 去的都一样的打法吗 看看啊 出一个冷静 都是出冷静 而泰尔斯这边的冷静 稍微出得晚 一点点 但是哎哟 解释 少一个坠点 不敢打呀 哎哟 这个还被点掉了 而且泰尔斯是有一个叮当的 他知道你上面没有冰 现在只能开一个炮台 这样的话 解释的这个冷静 没飞到什么东西啊 出门就被人搞了 打直接出去 哎 这个有叮当看到的 他胆子那么大 他在后面截后缘 还直接飞家 他直接飞家 他要是这个时候回救 在家里面有防守啊 哎呀 不会坠机了吧 这个 他坠机直接退了 还好 空中的这一块 但这样他跳死 直接打你家了 你这还怎么守 家里面现刷一轮兵 还可以 还有个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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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就是说他自己 哎哟 千万不能坠机啊 这个地方 要这个冷静死了 那这 全场也不用打了 嗯 现在跳这边家里面 也可能直接开门 嗯 从后面走过来 好像没有太注意到 先一把炮台来守一下 冷静在这里先刷 但是你刷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如果冷静在退一步就好了 让因为他这样可以刷冰 那可能打得有点 好 正面 正面过来了 立场 立场 立场没来得及 哎呀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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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 隔了一点 但是对方有 冷静接了 现在你没炮台啊 要被泰尔斯烧着死了 直接利用冷静各种的操作 泰尔斯其实操作已经很烂了 出了很多的失误 哎 他这个操作已经很 哎没操作了 家里面 家里面是在打 刚才可能是 家里面这边解释给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样的话 正面 泰尔斯完全没有打进去啊 对 家里面这一下 可能泰尔斯操作双线出了问题 但如果泰尔斯正常操作的话 其实解释早死了 刚才会已经死了 那即便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解释还是大力 农民数量少太多了 他尽量的就换一波农民 现在少六个 好继续刷 他冷静没有死 他刚才如果正面操作不失误 解释早死了 对 正面的话 他兵力也多 太多了 现在解释什么情况了 这PVP他最强的对抗 怎么泰尔斯打不过了 他这个赛季好像输得挺多的 好 现在出了一个不朽 这个不朽很关键 有这个不朽在这些追隶的话 但是我觉得泰尔斯是在拖他走 你发现没有 拖他走 然后冷静在下面继续刷兵 对 好了 使徒刷进去了 很聪明啊 智商完爆 先把你拖走 然后使徒进去杀你农民 你本来就没几个农民的 我继续杀 解释这个时候只能开炮台 但是还是要被点农民啊 好 先点你一个 追隶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样防下来的话 对解释来说还能打下去啊 刚才 主要他要是这样去强换的话 也是送了自己很多的兵 对 解释信号是出了个不朽 要不然已经死了 好 继续 继续飘 飘上去 他应该是看了一眼没有飘啊 嗯 解释的部队都在家里 矿区这边守着 他也不敢直接往上飘 不敢走啊 那跳死之后还是单矿一波的 又来了 很极限 嗯 又是死了两个农民 这个农民被控制的有点烦了 对 农民数量解释始终是追不起来 但现在他多一个不朽的这个科技 其实还是能打下去的 TELS家里面有没有 也在转不朽了 解释这个时候要反骚扰 他必须要把经济追回来 但实际上双方现在的那个 实际上双方的那个 经济啊 并没有超出太多 TELS强开黄金矿了 就是要比解释打一波 哎呦 三个哨兵啊 那这样解释输了啊 解释从后门这个地方 解释输了啊 就这样打 你除非是这一波打的 真的是把他打死 就拼这一枪了 先断水晶吗 断不了 断不了吧 先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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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断两个出兵点 也可以啊 先断 把水晶打了 对 先把两个水晶打了 这个是关键 好 就拼命的 就这一波了 那这样的话 断了一个两个兵营的点 对 那这样的话 对方只有两个兵营可以出兵 就拼这一波 就这一波很有机会 其实 对 对方其实兵也不多 对方兵也不多 那拖龙云啊 立场先隔一下 没关系 只死一个 只死一个这个 使徒二 使徒二 印象不是很大 但对方两个不朽了 但他多一个能进的操作 可以闪烁 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话 矿的话 龙面要远程去 先打两个兵营 也可以 这是解释 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就趁着对方开矿的时候 用这个使徒来打不朽 好 你开好了 把这个炮台的话 对 我就点击基地嘛 开好了 我把你基地先给你点 这个不朽 叔叔还是挺高的 这样 好 家里面反正你打不死我的 我无所谓的 我也不采矿的 你就这样吧 解释这都能翻 好 这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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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炮台 你下面怎么办 你下面怎么办 天佑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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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好了 炮台已经开得差不多了吧 解释现在想的 就是打对方出兵点 哎 我有点不信啊 这个游戏 这样他都能翻 这你还能说什么吗 这都能翻这个游戏 我看不懂了 这直接飘脸了 直接杀呀 两个立场隔一下 对啊 我冰下来了呀 哎 真打死了 真打死了 天要死 天要死没看懂这个游戏吧 他打迷茫了呀 他自己主要是那个一开始 打两个立场 他觉得自己优势无限大了 估计 哎 但这个炮台 其实救一下 他救一下其实就赢了 因为对方没有什么出兵点的 而且农民也死得太多了 这不朽只要救一下 下面只杀农民就好了 好 再打你水晶 这都能翻 哎呀 我估计现在雷锋在 在这个电脑前在吐血呀 这个游戏 他肯定想不通啊 哎 我们明明就赢了的比赛 为什么最后会输 莫名其妙的就输了 关键是天要死 你为什么要出去开黄金矿嘛 你到家里面随便开面矿 你优势还是很大的呀 对不对嘛 这都能翻啊 这个 我们怎么说呢 刚刚刚说解释好像 他最强的PVP要挂了 说了一大堆让他 反正不是我说的 你说什么意思啊 你甩锅是吧 我不是甩锅 我就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你的说的 就我说的干嘛嘛 对不对 怎么样嘛雷锋 你砍死我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估计雷锋这口血绝对吐出来了 吐出来了 他看着这场比赛本来稳赢的局面 对 后面的话就是开黄金矿以后 他把所有的兵力拖到前面去了 对 想要护住这个黄金矿 他觉得解释应该是打他这里 这样解释从后面来的 雷锋肯定现在很恨我 昨天我还在跟他龙中队 我们在为中国的三年 星际三年计划龙中队 你知道吗 今天你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没关系啊 我们反正还是好朋友啊 随便随便队就好了 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 据说这个Sleep好像来不了 所以干部加要一个人上了 干部加要EV2 要EV2这个团子加克里斯蒂娜 这两个中二怎么聚在一起了 就可以这样我觉得 EV2也不是不能打ZVZ 反正拼蟑螂 有真的差距很大 也没有想的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真的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RYE来说 其实挺关键的 因为后面Koffee的TVZ WNG好像不是那么稳 对吧 反而探机打Aster 其实探机是有机会赢的 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 如果RYE想赢这个雷锋战队的话 很关键就是这一场 这场如果赢了的话 可能探机接下来再拿一场 因为Koffee的强势强 但现在它TVT很强 TVP还不错 TVZ TVZ有问题 它的TVZ 它TVZ打BringtonG 有点打不过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相对RYE来说 排阵是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还是需要看看 这场比赛 风神之地的ZVZ 到底是怎么打 如果能把刚才拿下来这一分的话 然后探机这一分跟Koffee的话 他们会心里轻松很多 对 大家可能昨天也比较想知道 我和雷锋的龙中队的内容 对我什么吗 是这样的 雷锋是这样的 他昨天我们在计划一件事情 就是雷锋准备 他说他准备花一年时间去韩国旅行 他苦学自学韩语 去韩国旅行 然后回来以后就变成无焉祖 他这个样子 要穷无焉祖 好像有点难 不是这样的 他想去韩国旅行 然后去那边 然后他想去租个大房子 租个大房子 然后他跟 然后选手们 他反正住 他住 他就在那边自己租个房子 大概一万五一个月 那边其实租房子 租下来也没有 他租个大一点 他预算就一万五一个月 租个大房子 那做大房子 然后就是你选手如果 他跟Snoot跟Bly 他们 嘎姐他们都聊好了 就是到时候 他们也想到韩国去练 他们也想到韩国去练 反正就是 你自带电脑 你自带电脑 你自己管你吃 然后你自己管你机票什么的 反正住 雷锋来管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到韩国去 他们就去训练 各个国家的选手 要抱着同样的梦想 在韩国相聚 对 你就想去 你就可以去练习 然后已经聊了几个非韩的 这种顶尖选手 都想去了 然后这边探望 他们也想去 那这样的话 其实给中国国那些 想象很多机会 就是如果有选手想去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雷锋 然后说到 想到顺便雷锋 就让他们过去 跟这些顶级选手一起练习 其实进步很大 而且在韩国的话 你可以 有很多时间去线下 有很多东西 包括 昨天我们 昨天也聊到 跟KT 这些也聊过 比如说 我说我们中国 现在也有这种 15 16岁的小孩子 韩服也有6000多分 对吧 也有6000多分 你们有没有兴趣 让他们来过来练习一下 他们说也可以 所以说就是 如果他们真的去了韩国的话 会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练习的环境 就是这样的 非常好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大家对人的介绍 帕斯喵 喵帕斯 喵帕斯好不好 帕斯喵 这个团子 团子也是24岁了 他刚出道的时候 年纪也挺小的 对 他那一年 其实就是WCG 最后的那一年的时候 从成都赛去打出来的 对 而这个克里斯蒂娜 呦 呦呦呦 克里斯蒂娜 林响语 林响语 这个也年纪不大 20岁的一位小将 他们两个其实也是一个 固定的执政官组合了 而他们的对手的话 就是 甘甘甘 23岁的一位韩国选手 之前也是个职业选手 后来 一直打不出来 然后就算了 对 现在也更累 现在不是过得蛮惨的吗 一天打三份工 对对对 他每天要打 他每天要打工 打工的这个 就是 间隙啊 去练习这个 辛迪芭 然后 据说反正 这个辛迪芭之前 我们不是叫他来打那个 打那些练习赛吗 这个奖金对他来说 还是挺多的 就是因为他打工 其实挣不到太多钱 他打工的那些就是 达达零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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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兼职这种作作 达达零工嘛 其实所以他 他练习很苦 就是因为他 他觉得中国这边的这个 生活环境很好 就是职业环境嘛 就是电子经济这个环境 他 他觉得他的实力在这边 还是能挣到不错的一个收入的 所以他就练习的特别的苦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手啊 但是最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打工比较累啊 所以练习好像 要没有之前的那么夸张了 所以今天他一个人要干两个人 我觉得这个完全 有机会啦 我只能说有机会 这场比赛 宝说ZVZ 嗯 不ZVZ 可以 讲到你ZVZ极净官 一个人操作狗 一个人操作独豹 有点强啊 一个人单独操作独豹 差不多吧 有什么区别啦 就独豹顶多就不会 不会被引掉 也就这样了 这张图拼狗独豹的概率 是不高的 那么远 你要想这张图基本上还是靠运营 然后 然后抱狗的战术比较多一点 好 那这张图拼狗也准备完毕了 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双方的出现点位 出现地图左上方这边 蓝色的成组选手呢 就是团子加Christina哟 而出现地图右下方 这边红色的成组就是刚家 嗯 有观众在说 150韩元还是什么 一万五韩元能租房子 你都搞笑吗 一万五韩元在韩国 大概能 我想想能干嘛 能买 能买二十瓶 二十瓶可口可乐 你确定吧 小瓶的八百块 八百韩元一瓶 我买过的 是吗 对的 我买过的 就那种很小的 不是那种 不是我们喝的那个大罐的 就是那种还要缩小一点的 游戏暂停 因为在我印象里面 一万二的还 一万五的韩元 就是你去 一万是这样的 我们吃顿饭 我们三个人去吃烤肉 大概吃十万韩元 你们吃的蛮少 那这样 对啊 我们又不胖 有点 因为你们只吃十万韩元 一般来说 应该十五万到二十万韩元 吃烤肉 没有没有 我十万就吃的很饱了 我们就在那个WCG的时候 它下面那个 下面有个烤肉店嘛 在釜山嘛 可能不是在首尔 我们在釜山 然后反正每天就吃 反正我跟九一 还有我们一个摄像 我们三个人去吃 大概就吃十万 十万韩元的烤肉 然后旁边 我们还在那里边 结识了塞尔维亚蒙男 然后他们领队 跟我们一起 他过来 看了一圈 没有那个 没有坐的地方 他就问我们 兄弟要不要一起喝酒 我看你们也是 WCG的选手 然后他 然后他 我说好 你坐下来 我们请你吃肉 你请我们喝酒好不好 那好 然后我们就点了 点了好多酒 酒比也烤了 饭贵多了 也没有 就差不多嘛 反正我们大家 就一起喝起来了 结账的时候 是最搞笑的 结账的时候 他拿了好大一叠钱出来 好像他只有五千韩元的 好大一叠 他在那里付 然后我们拿出来 就拿了两张 五万韩元 五万韩元一张一张的 我们就两张 他还看着我们 他说 哇我们好有钱 不是 他说 兄弟你这个钱哪里来的 然后我们说 换的呀 五万换的呀 他说原来还有五万韩元一张的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换了好多五千韩元的 他完全不知道有五万韩元的 反正很搞笑的 我跟你说 我们的三年计划是在进行的 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的大跃进 是这种乱想的 我们这个大跃进是有方针有目的的 我们在进行的 对 去以后 以后想去韩国看看比赛什么的 还能有个找个住的地方 对 你敢去住吗 我要跟嘎姐一起睡 你敢跟嘎姐一起睡 你确定吗 为什么不确定吗 这么广大水友的愿望 希望我去帮他们检验一下嘎姐的性别 那你还是以身试毒 有点厉害 这边大双方都是 好像干妈加准备要狗毒暴先压制了 狗毒暴压制打这边的 团子他们因为是两个人操作 所以还是觉得 就反正我先出点狗防就好了 好了 我来 想开黄金框 对 他干扰是你 不让你第一时间把黄金框开下来 那双方其实干扰的都不错 嗯 我这边干妈加比较烦 因为他三块没有放下去 团子他们都已经放下去了 对 干妈加继续抱狗啊 他要压这个团子他们的这个 三基地的 他不想让你三基地开那么舒服了 他不会自暴自弃一波吧 我看这个样子怎么就自暴自弃一波了 我还是把三基地开了 团子他们是抱狗转蟑螂 要打一波吗 这个蟑螂潮放的有点早 干妈加这边也是放了蟑螂潮 双方都是怕对方打一波 但实际上这张图有点远 蟑螂潮没必要放那么早 看一看啊 他也就抱点狗手一手 这里面家里面留两条狗上去了 上去就把家里看干净了 双方这个时候都选择出门刚好绕过去 而且两边都没有停房子在路中间 这样都不知道 对 不过这边出来的狗到底看了一眼 这样的话看到了 双方就拼狗嘛 这个时候赶紧回房 刚好还可以包一下 团子他们这个狗 哎哟 明显要多一点哦 三基地 有毒豹 问题不大 哎哟啊 这操作出了小失误 没问题 有毒豹有狗啊 这一个人操作分起来太舒服了 我看到蟑螂了 看到蟑螂也没什么机会 干妈加直接打一波了 出那么多蟑螂 团子他们再继续补一波 农民再出蟑螂 干妈加不就跪了 哇好在干妈加这边 是继续的在补农民的 还好啊 他只是为了想防守吧 对求稳啊 求稳 这一波就是压制 然后补农民的一个打法 团子他们也是被迫的 包蟑螂 因为看到对方蟑螂出来了 双方打的节奏都很紧 哎 一个人操作狗真是爽 根本就不可能就出现 那种什么中毒爆的说法 好 咬光你的狗 反压 干妈加这波农民 可能要不来付出代价啊 你上来对方也有蟑螂的 你又打不到 就要付出代价了 不过好在有两个女皇啊 影响不是很大 干妈加二基地也下去了 二本下去了 都没有什么办法 双方现在 嗯 这波的话蟑螂但是被咬了很多 团子他们又抱了很多的狗啊 团子他们好像是反打一波了 对 干妈加这边也意识到了 插两个管 呃 现在这个局面 团子他们狗有点多啊 后面 抱了大量的狗 或许一直在接狗 干妈加这里就一个独爆 或许赶紧地在变独爆 对 他这两个管子必须要查 不查的话可能要被打死 两个拼的 这个地方直接拼 但是团子他们的蟑螂 好像没有第一时间展开 现在往往展开 没关系蟑螂数量非常的多 在上面两个管子好了 这两个管子位置有点腰 我只能说 这两个管子从这个地方打过去 根本看不到 团子他们也是压了一波之后 直接回去继续运营 这场比赛真的是 双方实力很接近啊 都是以狗蟑螂的压制为主 而且没有给对方一个 运营喘息的一个时间 好 这边 双方农民团子 刚刚他们压的时候 补一波 现在农民数量倒是领先的 对 就是后面的这波狗的话 倒是找个时间还可以穿一穿 等蟑螂的速度了 甘不加这边蟑螂速度还是要快一点 这蟑螂速度快的话 它还是有一个压制的空间的 但是没关系啊 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大家都稳住了 有真的能杀到多少东西都杀不到了 反而是看谁先把司机地甩出去吧 团子他们已经把司机地甩了 甘不加 甘不加他们也应该要甩了 但是他们不好扔 因为团子这边其实两边都分了狗 在两边矿都有防备的 对 这个其实就是执政官的优势就在这里了 嗯 所有的运营还是要领先一点的 就占一点点便宜 每一次都是一点点 直接过来 这个双眼狗 留的甘不加想死了 我觉得 所以越打到后期 我觉得执政官越厉害 因为要操作东西越来越多 你这个执政官操作东西就 要比单人凯少多很多的 双眼狼 蟑螂了 我看这张比赛 团子他们现在运营明显是领先的 166人口打 1410 哦 178人口了 很快啊 而且他们一直现在在大量的暴命部队人口 已经是差了30了 对 现在这个局面对甘不加他们来说很难控制了 这一波过来可能直接要顶死 多50人口了快 我觉得可以顶的 可以尝试性地顶一波 这一波已经顶出去了 主要是他们一攻好了 但是刚才这边他一攻 刚才还想跳飞龙 这来不及啊 这一波 说少30人口的这个战斗部队 你除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阵型 守这种破口 对 你敢顶出去 你还想下去 这火砸得还行啊 刚才这个时候是以气势取胜 我赶下来证明我比你猛 下来 你知道我蟑螂比你小吧 现在赶紧再去试 再去点蟑螂 继续站入口 团子抹上来了 抹上来了 就打起来了 但没砸到 就这不会动火吧 这中了一点点 中了一点点 他蟑螂多啊 管着起来 还行还行还行 还可以去左边这一波 刚才这波火真的是 而且阵型的确拉得更好 那甘孟甲有机会转飞龙转出来了 端子他们A不进来 团子他们也选择转飞龙 好飞龙按下去了三条 他飞龙也不用多啊 就有几个飞龙白打你就好了 嗯 点点火蟑螂 就逼你冲他 这张图真的还是 风神之地救了这个甘孟甲 因为风神之地实在是有点远 如果近一点的话 刚刚那一波部队差距的话 顶上来就死了 对 好 分蟑螂了 但是团子他们现在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的两攻比较快 对 这两攻好的时候也是一个台名 大家飞龙数量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嗯 好 分点蟑螂过来就偷农民 这个真的是优势就很大啊 我反正可以各种分蟑螂搞你 然后家里面运营又不会乱 而优势甲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分蟑螂的 出飞龙对方也有飞龙的 飞龙好像还没有对面多耶 嗯 团子他们把所有的前和鸡 全部转成了飞龙 人口已经爆到了200 但是优势甲这边 其实你飞过去的时候 他可能飞龙也跟你差不多了 那怎么办呢 好 再压制 其实真的 优势甲还是挺强的 你想他一个人打别人两个人 打的还挺好的 真的 没落后太多啊 这种比赛 这边顶一波 但这一波好像顶不进去吧 两边一起过来 这波上面还有飞龙呢 拉开了 拉开了 对吧 上面还有飞龙呢 你真当别人飞龙没输出是吧 现在飞龙不停地占你便宜 就点你什么火蟑螂什么的 你都亏啊 全部打成残血 团子他们要反扑了 这时候其实真的可以反扑了 这时候反扑是机会 因为他们的两个好了呀 对 然后又点了这么多的火蟑螂 哎呦大量的飞龙过来了 这时候队A啊 我干嘛我飞龙拖着你 我就给你A了 他不应该跑的 他已经满人口了 你跑也没地方跑 你跟飞龙对A 对方的飞龙也不会剩两条 然后你的蟑螂肯定没对方多 反而这个时候你拖下去的话 让对方飞龙成型 你还没那么好打 因为对方你看他的蟑螂啊 全是残血的 不过好在这个多线分得还不错 拖的这个干嘛加也很难受啊 团子可能很 就是因为这个多线 他压着照对面的这个框 踩的不是很舒服 对 他觉得自己经济上优势比较大 团子他们现在是不停地在分那个蟑螂出去 腾人口出来 然后出飞龙 而且他飞龙是有一攻的 所以整个形势还是团子他们占一个全面的一个优势 攻防上比较领先 对 那关键还是正面这一拳啊 正面这一拳 看我觉得飞龙打赢 可能就赢了 不过正面这一拳 我感觉刚不加他正行拉的真的是好 对 而团子他们现在是不停地在换这个人口 不停地用蟑螂出去 三四个蟑螂 三四个蟑螂出去绕你矿 然后不停地换 然后换了以后就出飞龙出飞龙 哎 这一拨穿过来没注意到 哎呦 这个多线干不加被穿的有点 哦 还好还好 点气晃 飞龙还在啊 飞龙还在 嗯 点击地啦 就点击地啦 他就这样把飞龙换出去 家里面有点摁了七个飞龙 但我觉得这波是送多了吧 这波送多 哎呦 这边飞龙数量倒是真的很厚啊 但干不加的飞龙数量也不比你少啊 哎呦 被贴了 被贴了 这怎么办 你地面送光之后 你好像没有那么多气出飞龙 三十六条飞龙打三十二条飞龙 但蟑螂数量是少了十几个 现在哎呦 两个人打一个人打到后期被 被别人玩爆 现在差不多啊双方 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挺精彩的 双方的这个实力相当 实力相当 但是我觉得如果单挑的话 那干不加肯将比他们都要强 那这也是我们这个赛制最好的一个地方啊 给实力弱的选手的机会 有点机会啊 挑战强选手 对 出感染了 出感染也是一回事 两个人飞龙对搞 先把基地补了 让你补对方基地 对方的飞龙也去你家了呀 来吧 来吧 飞龙过出寸草不生 要拼的 我感觉这个飞龙要拼的 两个人互穿狗 这狗也已经不要管了 就拼这波飞龙 飞龙跑掉了吗 抓起来没截到呀 哎呦 这你这写不到几个 刚才现在跑啊 准备要找一个机会回头了 其实这个阵型有点好 回头 现在跑 一个回头 在团子上面举到一起 拼的 拼的拼的拼的 飞龙来了 拼的 现在就是拼飞龙的时候 双方的攻防是差不多的 把一防 团子他们是应该快一点 一样的一共一防 还打赢了团子他们 下面用狗来解决 对方的蟑螂狗 好像有点解决不动 来了几条飞龙 不过他的飞龙还是打赢了 现在飞龙数量 哎 团子他们跑 哎哎哎 打了 打了 他觉得打得过 直接转身 打赢了打赢了 还是打赢了 叽叽 还是打赢了 打得只是有点辛苦 就甘不加他们太贪心了 他去偷对方的三基地的时候 太贪心了 他其实当时如果是回 就慢慢的守的话 其实这样比赛 他是有机会守回来的 对 就是贪心导致自己的 这波飞龙啊 不得不战的 就被别人从自己主角 追到他家里面 要没办法去打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 再跑一会儿 好 这边 可能选手的时间问题吧 要去把第四场 四场先提前打 那就是Coffee要打 Breaking GG 我们是提前到 第三场来打 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比赛 要打吧 对 然后就协调一下 就是把他们的时间调整一下 第三场啊 冰封神殿呢 哦 Breaking GG 打Coffee 这样比赛 说实话 我还是看好 Breaking GG 可能多一点点 因为Coffee 毕竟他的这个TVZ 并不是他最强的一个对抗 他最强的应该是TVT 他的TVZ 不是那么强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整个操作 就是不是那么好 他的节奏也没那么快 这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TVZ 的一个弱点的地方 就是可能他的意识还不错 但是TVZ他要想跟 可能跟他同级别 或者比他高级别的 这个重组对抗的时候 他有些打不过 不好打的 对 有些打不过 这是他一个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但其实这两位选手都是小将了 Breaking GG还算小将 他也不大吧 他都23 24了 他都24了 23吧应该 应该快24了 你确定吗 一会儿看他年纪 真的 讲道理 为什么会是小将呢 你确定吗 主要你不要跟他 跟Coffee放在一起 说小将 Coffee是蛮小的 Coffee十几岁吗 17岁 Coffee十七岁 是99年的一位选手 Breaking GG Breaking 95的吧 95 96的吧 93吧 你确定吗 93 94吧 应该是 那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不太精准 因为其实他出道 出道很久了 他以前是不是高中生的时候 就在打了 我不计 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我知道 他一直在打高小联赛 莫名其妙 这高小联赛打了很多年 一直是高小 从来没有毕业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打打高小了 你毕业了吗 没有啊 你也没毕业 对啊 你为什么毕业 后面就读的没意思 就暂时没有去读了呀 就停了 有钱人家的小姑娘 我们很难理解啊 不是呀 读书嘛 就读的有用才有用嘛 没用的书读了干嘛 读的好没意思 所以我就不读了 读书嘛 读的有用嘛 没有我们读来干嘛 哎呀聊不下去了 聊不下去了 这个已经聊不下去了 我们当年读书啊 为了拿一张那个毕业证啊 真的是 你知道有多惨吗 考试有多辛苦吗 我们最后毕业 为了找一份工作 多可怜吗 你这么说 我是不信的呀 啊 真的呀 因为你一开始不去 就过来当解说了嘛 那个时候 谁告诉我 拿好大学毕业证 才出来当解说的好不好 对呀 我就是说 你根本就 你那个时候 有去出去找过工作吗 有啊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 我也投过简历的呀 什么学校招聘的时候 我也去过的呀 我也跟别人聊过的呀 面试的人跟我扯淡 然后我用我的三寸捕烂之舌 然后成功把他忽悠了 然后最后我没去 然后你就直接过来当解说了 我应该是的 我毕业之后就差不多 我毕业之后最早是这样的 我毕业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要 我觉得我不能干那个 我以前不是讲过吗 我不想去干那种什么 卖药的工作 卖药 他看我那么能吹 对不对 绝对是卖药 你去人 卖药的一把好手 你知道吗 然后本来是我去从事 这个医药代表销售的 这个工作的 然后我没去 那工作其实蛮好的呀 是蛮好的呀 但其实也不一定吧 我说 因为后面不是有一段时间 严打什么的吧 抓了好多人吗 去了 说不定你们在铁窗里面 看我常铁窗累了 反正我 我就当时就没去嘛 没去之后 然后就 然后当时我是去 最早去广州那家 进行网 去做编辑 去广州待了半年 待了半年之后 然后那个网站倒闭了 然后呢 倒闭了 然后我就去那个 成都一个俱乐部 那个时候有个 俱乐部呢 我俱乐部待了一个月 待了一个月 我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 然后当时刚好 牛TV找人 我就来牛TV了 哦 我也找过工作的 好不好 对你这个工作 其实都后面 都是比较相关的 那你不要管吧 反正我也是找过工作的 我也是 我也是 读完书才出来的 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来看一下 Coffee这边 队员的资料 Coffee啊 16岁 吴义琴 是读琴吗 这个词 不知道 成长一些啊 果然24岁了 那也蛮大的 这个年纪 因为他出道的时候 不是说什么 20 21出道 其实已经几年过去了 对对对 也年纪挺大了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 我开始一直以为 布林肺基纪年纪 可能就20岁左右 原来已经24了 那是没什么前途了 完了 这感觉以后 今年的WCS冠军 明年WCS冠军 BK基纪好有机会了 他实力 现在我觉得 他是这样的 他现在大概在韩服 是57到58的实力 57到58 在国内 大概什么水准呢 就是打GPO小组 有机会出现 然后 运气好 在8场 拼一下 4场有机会 他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在劝他 好好练习吗 我说你每天练个60盘 三个月 绝对全国 近前四 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他练了 一个月不到 还是两个月的样子 他就说不练了 不知道 然后就觉得什么什么 就觉得太辛苦了 打心机要靠脑子 好的 那这篇的话 生活时候准备完备 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什么的出生点 我现在就是左上方 这边蓝色的人族 选手呢 就是Coffee 来自麦田电竞 而正在地图右下方 这边红色的重组选手 就是BKGG 来自雷锋战队 这场比赛 其实我还是蛮关心 看看Coffee 现在的这个实力 到底怎么样 因为Coffee 据说还 就是他有段时间 不是转眼守望了吗 然后他守望 好像不太适合他 他又回来打心机了 然后回来这段时间 练得挺苦的 所以不知道他现在 实力到底怎么样 他感觉就是性格问题 如果好好地调整 调整的话 他打法上也能柔和很多 嗯 他主要喜欢砸键盘 你知道吗 这个习惯 一列就砸键盘 我觉得他这样的话 以后是没有赞助上 他待在俱乐部 我觉得赞助上 可能很难有键盘 赞助上想要赞助他们 因为换得有点快的 来说实话 年轻的那帮选手 好像脾气都蛮 都蛮 年轻人有脾气是好 都蛮冲的 都蛮冲的 因为他们可能在那个 就性格方面 都还是蛮急躁的 你看我从来都不砸键盘 年纪大了呀 我小时候也不砸键盘 你小时候脾气也很冲的呀 是不是吗 不是 是因为那时候穷 砸不起 现在如果是那个时候的脾气 就砸了 我估计会砸几个键盘的 本来那个时候 因为好不容易攒钱买的 快记忆键盘 对不对 舍得舍不得还砸 对啊 砸自己都不愿意砸键盘 刚想砸 然后想想 哎算了 太贵了 你有砸过键盘吗 我 我没有 我一般是砸鼠标 砸键盘痛啊 手 就把鼠标直接 就直接打得很不顺的时候 你砸过手机吗 这个砸过 但是以前手机很便宜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小灵通的时候砸过 我也砸过 但是自从用了iPhone啊 什么这种以后 就再也没有砸过手机了 所以讲到你人的脾气可能 还是以前有关 有一次我砸了一个诺托3 砸完之后我就觉得好伤 好伤 看来我比你要理智那么一点点 我只砸过小灵通 好伤 对 好 这边是三 双兵空头了 双兵空头 而Brington机器选择的是 火蟑螂直接压一波啊 他的打法好像都还是偏向于前期 要把人都打伤的打法 这个Kofi完全没想到啊 我估计 没想到吧 他可能觉得 一向都是自己放战术的 别人一般很难放战术他吧 对 Kofi又要叫了 曹帝又要叫了 这个战术就无敌 这个就是战胜就不可能输 对 怎么打 曹帝本来每天就喜欢这样说 不过其实他对比赛还是挺看重的 上一次他那个 上一次他这个比赛不是输了吗 上一次NS他不是被淘汰了吗 我看他在下面哭了好久 是假的 其实打星际打到好的 讲到你性格应该都其实比较增强好胜的人 对对对 你不增强好胜的话 你很难在一个人的项目这样去练 很难打得好 主要是 很难打得好 这一波先换啊 先换火蟑螂 换不掉 换不掉 曹帝这个操作还不错 拖这一下 真的要拖农民手 他要拖时间关键是 但运输机肯定是拖不出来的 要尽量的换一下对方的不对 对方也是想通过这个火啊 逼迫你的农民走位 不过曹帝这一波 操作真的有点好 嗯 你看农民也是没有 尽量的没有让被砸到 不错啊 这个操作真的不错 调整位置都调整的 就是很细的那种 对 曹帝进步了吗 感觉这个操作 以前草地的操作粗的 好好看比赛吧 这什么鬼 不要表扬 什么鬼 刚说话音未落 他就中了两个火 怎么表扬你 你说 不要表扬了呀 看图说话呀 刚觉得他进步了 对不对 前面两次拉扯 拉得真的漂亮 你感觉哎 进步了嘛 然后就中了 不过这一波 其实对BKGG的时候 已经很上了 他是压制运营的打法 但是没压到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压到 这个是他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 农民数量草地已经快反超了 好了 这两船兵出去 不过这边房子散得很开 这样的话全部在视野范围 这个反正没事了 他有蟑螂在问题也不大 但是就农民数量上来说 现在是有点伤 草地直接 先从这个地方先投下来 然后走上去 女王爷拉过来 想想点火蟑螂 哦哟 不是你这跪了呀 这样打 这已经走远了呀 感觉 对 他这个火蟑螂直接被点了 蟑螂主要是没站到一起 还是前期这个战术 他没想到草地防的还不错 虽然后面中了两下火 但前面的火都没有中的呀 守得已经很好了 这没用了 这个蟑螂数量 主要是你不能集中到一起 你看这个操作很细腻 嗯 农民机器还可通过蟑螂 慢慢地耗掉了对方的机枪 但是 自己其实是非常伤的 重卵全部被换掉了 这场比赛还有得打 还有得打 我只能说44个农民还有得打 曹地刚才有点太狠了 他其实打掉对方那个时候 他如果直接去点那个基地的话 不认跟机就不用打了 嗯 他可能也没想到 不认跟机就会防得那么差 他觉得一波就打死了 现在曹地要推第二波 第二波三台科 第二波推上去 这波 这波 很难守啊 对 不认跟机就不能补农民 补满的话肯定死 他这波的话是尽量地补 就是三框尽量地能补一点是一点 然后要全力地抱 蟑螂火蟑螂才守得住 好了 要出门了 这波太快了 我觉得不认跟机 也没有防啊 就很难守这波 曹地部队太厚了 拼命地在暴兵 但这张图的话 中间走过来也比较近 现在暴兵的话 他还在提自己的一方 对 看看这波啊 这波拼命暴兵 我觉得也很难守啊 因为他是纯机枪的部队 他上面阵性已经散好了吗 散好了散好了 就等你来 就等你上去 我直接上来 这个头太快了 羽黄直接顶上去 先吃两炮 坦克火力 但曹地直接顶 看这边 一个火砸 砸到了坦克 但没有用啊 第二个火 曹地烧漂亮 不 兵机这波顶得还行啊 我只能说 他刚才那个女皇顶得非常好 吃了坦克两波火力 这两波火力是决定性的 要是如果是全部砸在蟑螂上的话 可能就直接就打穿了 但现在曹地可以源源不断地接兵呢 对 主要三框这里就沦陷了 我三级地要掉 这个三级地不能掉 掉了的话就输了 就绝对不能掉 这个三级地 赶紧后续的一波兵过来 拖龙鸣直接上 对 他必须要守这个地方 但是后面的机场又到了 又到了 曹地这个时候吧 坦克接走 哎呦 死了死了死了 解放者到了 死了 死了 这没救了 这没救了 这还是前期 这个战术太亏了 这边解放者继续架 你冲好了 这个地方没用的 直接装了走 漂亮 我还砸矿炉 这什么鬼 哎 年轻人脾气大嘛 输了砸键盘 赢了砸矿炉 他们俩有仇吗 没什么仇 没有没有没有 这好玩 对 估计也很熟啊 因为以前那个 不容计机器也是那个 麦田战队的 对 也不算麦田啊 算那个BHUD战队的 后来他不是离开了 BHUD战队吗 所以大家应该是 以前是队友啊 所以挺熟的 星期现在中国这些 这些都比较熟 都比较熟吗 其实蛮熟的 对 因为好像平时练习 练习比赛都经常碰得到 所以都还挺熟的 所以砸矿炉之间 这些事情也很 小事 我跟你们说 有时候砸砸矿炉 心情舒畅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是个虫组 你砸过别人矿炉吗 我有时候玩人组呀 你也砸别人矿炉 砸的呀 爽啊 素质太差了 我都是打太阳拳 他竟然砸矿炉 你是之前没有到哪里去吗 素质太差了 我唯一就是 不怎么派别人基地 因为每次我打死别人 那时候都会忘记带农民 那这样的话 雷锋战队首长败机啊 这个赛季 有点惨 3比0呢 被RYE 炭基打亚瑟 如果炭基还赢了4比0 我觉得雷锋 雷锋血都要吐出来 对 因为前两天雷锋还在跟我说 他说 哎呀 我们队现在有点不行了 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 我们队的这几个韩国人啊 都不练的 然后跑的跑 散的散 什么好不容易来个堂堂 还被你们打退役了 什么时候 他说什么时候能开启 新的一轮转会狂潮 我说 你至少办赛季中嘛 你赛季中的时候 你 我给你 给大家一个 给一次转会的时间 转会的时间嘛 但是 你也就赛季中这一次了 我看雷锋这个样子 赛季中 做好准备了现在 我觉得下赛季 估计他们雷锋战队 就是谁了 嘎姐 斯诺他 这些都有队的 都不能招的 好不好 不能招的 所以我不知道雷锋 现在在赛季中 会下什么狠手 但现在他们还是排名第一的 对不对 他还是排名第一的 排名还算是比较稳 因为虽然说可能打 今天打RV一输的比较多 但他其实打其他队的话 胜率也很高 我们队伍最后会有 四个队伍进入 到最终的线下赛 所以我觉得 其实对这些战队来说 前四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一次 其实前面的六名战队 都争夺很细腻 所以说剩下赛 我好像提个意见 你想干嘛 就是 你看韩国打那个战队赛 没打之前 所有的选项出来 站在一起 亮个相 我们战队 不是 就是战队联赛 所有的应该出来 亮个相的 对不对 可以的 然后还要拥抱 每打一场下来 拥抱一个 体现战队之间的友谊 你确定战队赛 有拥抱吗 有的 每一场下来都拥抱 只要赢了下来就拥抱 他是抱他们自己对的 对 是抱自己对的 你看上我们对谁了 你那么想 没有 我不是说我 那你是想让对边的 哪个人拥抱 没有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 往这方面想 我只是觉得就是 我感觉中国的这些队员们 这些要多团结团结 也有点道理 因为说真的 你打比赛的时候 下来抱一抱什么的 感觉很好 那种 因为你赢了比赛 感觉有人跟你一起分享 就是机长 或者怎么样的 这种事 但是我们没有地方坐 第一排 排两排 要是他们必须坐在下面看 团队意识 你说的也对 你说的也不错 反正倒是再说 我们这个线下赛的话 估计会在 10月底进行 因为 如果不是10月底进行的话 实在是没有时间的 其他的 因为比赛都排满了 马上后面有什么 暴水嘉年华 主要是要马上大改的 也是 万一 他赶在大改之前 万一暴水嘉年华回来 这个游戏不一样了 我们怎么打线下赛 没法打了呀 大家都 大家都不懂啊 那也没法 就 就会打得很搞笑嘛 就战术都乱来的 对不对 总的你线下赛 还是要打得 规矩一点比较好 为什么你这样说 突然一下觉得 其实挺有意思 好期待的样子 难道我真的到最后 要打大改之后的版本 说不定呀 然后到时候战术横飞 是不是很精彩 谁强谁弱也不知道了 对呀 这也不好说 这也不好说 所以 那这样的话 我们战队赛不如 再拖长一点吗 就蛮有意思的 我们一直拖到 11月12月再打好了 会不会拖得太久了 不会让我们每周就打 每周一轮 每周一轮吧 你到最后就是12月份 差不多就可以 打线下赛了 也好 因为其实嘉年华之后 12月1月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比赛的 你至少还有个 大概一个多月 适应新版本 新版本之后再打线下赛 也不是不行啊 这个 我们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如果真的是打新版本的话 我记 特别是你看上赛季 我们也是这样的 上赛季我们那个 上来是打到那个 暴雪杰江华 然后重军之心 直接发布 是后 然后打的 对不对 我们也是上半赛季 打的是那个 重军之心 下半赛季打的 虚空之一 对不对吗 也可以的 没有什么不行的 我觉得这个 反正暴雪 他管他改 我们管我们打就好了 你总要适应的 你总不能说 因为我们要打比赛 所以你不准改 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人 会理我们 根本就会 什么 什么 你是谁 永远都会被这样 说这句话 对不对 下一场比赛就探机 要对阵的是 阿瑟 这场比赛 雷锋反正 心已经在滴雪了 我们这个赛 现在亚瑟还没有到 所以在计时 最后到计时 他如果再不到的话 就会判输 但是现在有个新规定 好像 这是应该的 不是 有个新规定是 弃拳的 好像要被 罚分的 真的 真的 好像已经通知过 所有战队了 你弃拳一个人 好像要罚一分 那不雷锋 亏大了 今天输了四场 还要罚一分 对啊 有点惨 他本来是十分的 然后变九分 雷锋血都透出来了 那太不靠谱了 雷锋付他们钱 我不是付钱的吧 付的呀 不付别人干嘛 来打 他们最后可能是那个吧 最后 最后比如说 打进线下赛 有奖金的嘛 因为这个队齐 这个战队联赛 S级都有钱的 最后一名有五千块 那其实我觉得 以前那种很好 就赢一场比赛给 什么时候有 我说你 我们自己办 我们自己办比赛 这种办法 对啊 其实这个办法 我也没想过 因为比赛太多了 这个比赛 以后再说吧 可能下个赛 我们再调整一下 奖金方案吧 对吧 比如说我们 每赢一个小场 这场比赛就放在这里 比如说就是 一场比赛就是 两百块三百块的 你反正赢嘛 你赢得了 你就赢嘛 一个赛 我战队赛 有这种就不太好 战队赛 你算有一个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战队赛 比如说是 现在一个战队 一个赛季 是要打13场 应该是要打14场比赛 打14场比赛 14场比赛里面 一共是有四个 四个的一个小贩 就是56场比赛 对不对 56场比赛 一共56场比赛 然后你再算奖金嘛 对不对 每场比赛两百块钱 三百块钱 就战队连赛 有一点 不能这样用 就是下灯马 去拼上灯马 那是下灯的马 不是很可怜 那怎么办 谁叫你说下灯马 没实力是这样的了 那你又不知道 会排到对方谁的了 也是 比如说你是 你这个比赛如果是 因为这样的话 会有一点 就是不会随便的齐全 对 如果是200块钱一场的话 你算一算 你56场比赛 对不对 200块钱 200块钱一场 会不会多 是56场 一个 我数学比较差 你不要跟我说 这个好难算的 反正回去算算钱吧 我觉得这个方式 也许会让 各个战队 在每一场比赛 可能会打得 更为激烈一点 对 就打这些 大家每次都进行 上最强的一个主力 然后主力的话 也会自己就是 协调自己的时间 对 因为这样的话 你也拿得到钱 然后打到季后赛 可能那个奖金 会加得更多一点 反正你最后的总奖金 你是放到那个位置 是 比如说你是20万 30万的一个总奖金 你在这个额度里面 怎么分配这个奖金 是另外一个分配方法 现在的分配方法 就是比如说 第一名是10万块钱 第二名是什么 8万块钱 第三名是多少钱 这样的一个分配方式 这个的话 可能会导致 有一些战队 就是打到中后期的时候 他们不是那么努力 因为他们拿不到钱 反正我拿不到了 我也进不了了 反正我就 我就到后面去搞就好了 雷福果然要被罚分了 直接判复这场比赛 虽然不影响最后的大局 但是判复了 最重要是罚分 就等于他们要扣五分 扣一分吧 扣五分 不是啊 他们输了四场 我说今天一共总的 不是啊 你输了 不是 罚是罚大分一分好吗 你以为罚小分一分啊 我以为是罚的小分 居然是罚大分 小分有什么好罚的吗 肯定罚大分的了 我那有点惨 那罚大分 你就几分就少一分呀 有点惨 那不酷了 我那有点惨 那谁叫你弃拳的 上次parting弃拳的时候 大家已经说清楚了 一定会出规则的 然后我 我好像是记得赛事的工作人员 是跟那个 都通知了吧 所有战队都通知过 这个就是后面的一个 就是处罚办法 具体的处罚办法 我好像 我也记不清楚了 但是我下去看一看 但是具体的嘛 对 具体看看是怎么样的 一个处罚办法 肯定会有啊 所以我觉得雷锋战队 今天真是乌楼偏锋 连夜雨 对吧 本来 你至少保平一下 对不对 怎么样的一下 你拿点分吧 你现在排名第一 然后你这样又输 随便拿点分也好的 又输比赛 这样卖点电竞 先拿三分 然后你自己 如果再罚一分的话 那里外里四分呢 这个对你 进季后赛的时候 还是有压力的 所以大家不能千万 不要去 轻易地去拳啊 你既然决定 来参加这个比赛 就你考虑好 自己那个时候 没有时间 这个也不能换人的 因为如果你换人的话 对对方也不公平的 因为这个比赛 是盲牌的 对 这个比赛是 大家都不知道的 好那这样 我们看一下 今天结束之后的 什么一个分 目前的话 IG就直接抄上去了 怎么雷锋就变六分了 这什么鬼 他四分呀 IG六分 雷锋之前是多少分吗 之前是八分 他八分吗 对啊 罚了两分吗 那么凶啊 罚那么狠啊 到底罚几分啊 工作人员告诉 他之前是七分 他之前是七分 然后罚了一分 六分 罚一分 然后又输一场 对 输一场就零分 你不加分嘛 对 负一分 打了这场比赛 罚了一分 好彩啊 本来好歹 还是能够排在前三 排在前面的IG 比如说我们 比一下是小分什么的 对吧 这直接就让IG登顶了 IG今天有点莫名其妙 哎 然后怎么就直接就第一了 但IG少赛一场嘛 我觉得IG在下一轮打 好像是打黑死战队 我觉得IG拿三分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IG可能要直接要排到第一了 雷锋真的是 真的有点必须 吐血了 一口老血 我在这里辛苦的为你们 中国星际的未来所奋斗 然后你们结果 谁叫你找那么多韩国人呢 你找点 你找点中国选手啊 对不对 你找点那种 就是年轻的中国选手来打嘛 对啊 你看啊 找找什么 把镜呀 齐克什么都挖过去 对啊 你挖几个 你又想挖散一个业余队 是不是 说完以后 你觉得一点好像不太好 反正我是觉得吧 你像像你派莉莉亚这种上来打的嘛 也可以的嘛 对啊 对吧 他至少他有一点 他不会弃权这件事情 好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一个赛程 明天的话是两场S级的 将会有SoloAuthers对阵 Fafa Toss Next的一个联队 然后第二场的话 X Team将要对阵入跟闪电狼 对入和闪电狼 那这场比赛 明天排阵想好了吗 上谁啊 排阵早就排好了 上周一就排好了 周一就排好了 周一我跟大家说一下 周一我们就排好了 第一场 反正最后一场我记得是 Time打土豆明 然后是 Silky好像是要拼那个 Sakia还是谁 然后冒神跟Aroha是要拼 蒙斯克和那个谁的 一个志证官组合 然后还有一场是谁打Punk 好像硬打 硬打Punk 硬打Rex 硬打Rex 我感觉这个排阵排阵还蛮好的 双方实力都差不多 关键现在所有人预测 硬会输给Rex 所以硬毛掉了 苦恋的一个星期 说要打爆Rex 来保证 证明自己的一个实力 好吧 好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的一个战队联赛的话 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的话 又就是晚上的 7点同一时间 继续两场S级的一个比赛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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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